端倪康委員 好 我們請端倪康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請夏主委 請夏主委 端倪康委員好 夏主委你好 我先不評價這一次馬錫慧 先就幾件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要請夏主委說明 對我們來說 我們看得到的 就是公開的致詞或是說明 門關起來之後 無論談些什麼 我們都看不到 但我也不否認 門關起來之後講的重要性 但是為什麼 需要公開的致詞 是因為有一些態度必須要表達 對不對 我相信您跟張志軍主任 也見過不止一次 讓我們回顧 兩岸事務首長會議 我們的講法 我們入委會主委的講法 那麼第一次是王毅錫主委 王毅錫主委在南京他說 我也希望兩岸能夠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繼續開展兩岸關係 沒有講到這個九二共識是什麼 他沒有講到 但是他講了九二共識 那麼第二次呢 其實沒有提 第二次在桃園 這裡面也沒有講到九二共識 也沒有講到一中各表 就反正沒提了 那麼第三次呢 是您在金門的下章會 容我引述您所說的 23年前香港會談時 大陸方面要求對一個中國原則表述 這就是九二共識 我現在引述的通通都是公開的致詞 這個公開的致詞 您在講的時候 這個張志軍國台辦的主任在不在現場 也在現場 這都是當面講的 都是公開的 然後呢 接下來在廣州 第四次是今年 您也再講了一次 什麼叫九二共識 基本上我們的態度 就是像念經一下一樣的不斷的重複 我們就是你們政府 就我們這個中國國民黨政府啊 所認知的 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什麼叫做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的前提 其實是一中各表 有一中各表 對你們來說 這個才叫做共識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對中國的官方所講的一個中國 這個九二共識的內涵 就不是我們所講的一中各表 這我們都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要有 在會談之前要有公開致詞 就是我必須要代表這個政府 代表我所代表的國家 要表達非常重要的態度 所以我必須要講 必須要跟大家說我的態度 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我必須要再一次的詮釋 然後我才可以把門關起來 然後再繼續談 我們要談的無論是事務性的協商 或是其他的談判 這就是叫做表示態度 我這樣子說明應該沒有錯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回到這一次的這個馬錫會 這一次的馬錫會呢 我們也都從媒體上看到 其實這個馬錫會的這個稿子啊 其實是有改過了 那麼包括中央社在事先所提供的稿 包括中國國民黨的官網 所在事先所披露的稿 跟馬總統在那個 在事會前還可以公開的時候 那麼先由習近平講了一段話 然後馬總統又講了一段話 這個時候的稿子就不一樣了 改過了 我先跟您請教 習近平先生 在他講話的那六百字裡面 有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有沒有提到 沒有 有啦 有沒有提到 公開的 就是有提到啦 對不起有 但是他有沒有講到一個中國原則 沒有 沒有 所以呢 這個要表示公開 表示態度 習近平先生在那六百字 這麼寶貴的 要他強調他的態度的時候 他提到九二共識 但他沒有提到一個中國 你看這是不是很特別 他沒有提耶 結果是我們提 是我們的馬總統 在那邊幫他補充 你沒有提到我幫你來補 所以呢 中央社刊載的 也是中國國民黨官網所刊載的 這個 本來馬總統打算要講的 並沒有講到 一個中國原則耶 沒有講到 結果他坐在那個地方 不曉得是不是發現 習近平沒有講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沒有講呢 所以我趕快來當你的發言人 幫你來補充 我跟您請教 馬總統改這個稿子 你們事先知不知道 我們陸委會是提供了一個 基本的稿子 後來 第一個稿子你知不知道 最後的最後 第一個稿子你知不知道 最後什麼情勢 我們不知道 第一個稿子 是不是你們的稿子 中央社披露 我們很早就提供了一個 基本的稿子 有沒有講到一個中國原則 因為到 有沒有講到 因為這個都中央 你在內政委員會報告 你告訴我說 叫做透明 叫做公開 我就請你公開的告訴我 你們陸委會提供的 我們政府的 基本態度裡面 有沒有講到 九二共識 有沒有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 有沒有 請你誠實告訴我 我必須很誠實的 告訴你 所以你要給我時間講 我們開始跟對方談 在這個公開的稿子的時候 要怎麼說法 我們當然是有 可是呢 後來我們決定說 為了讓氣氛好一點 我們到最後決定是 不需要講到這些任何 就不需要講九二共識 不需要講一個中國原則 是這樣嗎 我們最後 任何 我們沒有具體講什麼 我們說 所以都沒有 我們希望說 這是馬總統自己 凡是有這個 就是大家會感覺氣氛會不好的 所以 我們盡量的不要用 所以就不要去 碰觸雙方 有旗艦的部分 是這樣嗎 而是把這個擺到 擺到後面 正式會台裡面 所以馬總統覺得 這樣的氣氛還不夠好 所以他趕快去幫對方補充 說 哎呀 怎麼習近平 國家主席總書記 居然沒有講這一段 那我趕快幫你補講 所以我就趕快說了 我說 海蝦兩岸在1992年11月 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了共識 叫做九二共識 結果他也沒有講各表耶 他也沒有講到 你們每一次要跟張志軍見面的時候 你們就好像念經一樣 必須要拿出來講 說我們是各自表述 那要嘛 對方沒有講一個中國 我就不要講一個中國 要嘛對方 講了九二共識 那我就講九二共識 但是我要跟他講說 再一次強調說 這叫做各表 這個才叫做政府的態度 我今天的態度還算好吧 我們就是澄清事實 我也沒有罵你 所以 我在這邊給你一個機會 叫做公開的說明 但是很遺憾的 我點出了問題 但你們沒有告訴我說 馬總統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是誰的建議 是他自己拿的筆 在人家講話的時候 他就趕快把他改了 或他事前 是經過國安會或總統府 很遺憾這兩個單位 告訴我們說他們一貫都不來的 所以沒有人耶 真的要參加會議的只有你 只有吳美洪副主委 如果你們都不知道的話 這個就不叫黑箱嗎 當一個元首代表我們的國家 我們政府去正式表示態度的時候 他突然改了說法 我們居然沒有人知道 他是為什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請教 第二點我要請教 你如果沒有辦法說明 你就不用再說了 我就講一句話 就是有關這個的 因為總統認為說 這是一個把這個題目 要帶出來的一個影子 所以他後面講說 所以你現在就又知道了 所以你剛剛告訴我說 你們不知道 現在又變成你知道了 所以總統有跟你們說明 或者有跟你們解釋 或者事先有跟你們商量嗎 他是事先還是事後 或總統有親口告訴你嗎 或是你自己的猜想 這個是後面他有告訴我 他後面告訴你說 啊這個夏主委 我跟你講 因為這是我的一個影子 我要把後面要講的帶出來 他後面要講什麼呢 他後面要講一個 他後面要講一個中 他後面要講一中各表 他前面就必須要跟大家講 公開的在國際媒體面前 在所有國人面前告訴大家說 習近平沒有講的 我先幫他講 然後我後面才好講 一中各表 我前面如果沒有講 一個中國原則 我後面就講不出一中各表 你的邏輯 你自己想得通嗎 你覺得這樣可以交代嗎 然後我再請問 關於 中國對台灣的飛彈的問題 我們請這個助理次長一起上來 我還是要主要請您回答 因為馬總統旁邊 做了一位當過國防部長的國安會秘書長 對不對 然後做了一位當過國防部副部長的陸委會主委 就是您 馬總統去問了一個這個問題 坦白講就我認知 我看起來 我覺得蠻丟臉的 為什麼 你去問了一個問題之後 很像是跟對方陳情 然後對方告訴你說 我不是對著你 然後你就吞下去了 是你後來記者會出來說我不滿意 你不滿意你為什麼不當面講啊 好我跟你請教 國防部今年9月給立法院一份報告 關於中共軍力的報告 中共軍力報告書 說二帕部隊 所有的導彈跟巡弋飛彈 他們叫導彈我們叫飛彈 這個彈道飛彈跟巡弋飛彈 總共1700枚 對不對 報告在國防部報告書上 中共軍力報告書上面有很明確的 1700枚 對不對 有當面對著台灣的有幾枚 1500枚 這1500枚都是短程飛彈 跟巡弋飛彈 這個東風11甲 跟東風15翼 射程分別600到800公里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張圖 他除了台灣之外他可以射到哪裡 這1500枚 除了台灣之外 就打到太平洋 你什麼沒有一個島啊 連個島 連打不到夏威夷 打不到中途島 除非他們要打廈門 他不是對著台灣是對哪裡 習近平講這個話 是糊弄我們啊 說我這個不是 我是整體部署 是 他有東風21型 是對箭飛彈 對不對 這我也知道 不是對著我們是對誰呢 結果我們就糊弄出來 幫他解釋 主委啊 委員 你要解釋你請說 第一個這個整個會議的安排啊 就是前面有20分鐘 我知道 他說20分鐘 他說 會議就結束了 所以這不叫會議 對岸 對岸的定調 這叫 這叫會面 會面 對不對 對 我們一直講說叫做會談 叫做會議 人家不承認 我們從來沒有 我們看起來 因為你剛才的報告你講會議 你已經講會議講了不止一次 你用語根本就不精準 就我們的定義 這叫什麼 我的意思我們從來沒有 就我們的定義 這次下章會 對不起這次馬席會叫什麼 人家說是會面 我們說什麼 我們其實在 有的討論也是說會面 會面 對不對 如果是會面 就沒有主題 如果是會面 就沒有要談出一個結果 如果是會面 除非大家握握手 不講話說 你兒子還好嗎 人家說你女兒怎麼樣 除非是話家常 你既然談到了態度的表達 如果對方 如果對方 你居然在那邊提出了要求 對方的答覆 如果離譜 你就必須要做意思的表達 你就必須要處理 他先 我們先講20分鐘 他再回答20分鐘 然後就握握手 說謝謝 然後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 我們在內部 從來沒有同意過 他的說法 所以我們出來之後 總共表示不滿意 對不起喔 不滿意這樣的這三個字 其實是輕描淡寫 如果對方有誠意 就不應該這樣糊弄 如果對方有誠意 說我們必須要再研究 如果對方有誠意 他可以不用這樣子一個 輕描淡寫 其實沒有人相信的方法 就讓我們的總統就吞下來 出來跟大家講 是這樣的結果 對方一開始 對不起喔 我可以告訴委員報告 他的確是講 我都很用心的傾聽了 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我要告訴主委一件事情 你們不要以為說 把門關起來這40分鐘的 逐字早公開 就代表你們已經交代跟應付了 我們所關注的 是那個在所有媒體面前講的話 一個字一個字 都是代表我們國家 都是代表這個政府 如果在那邊不是自爭俱灼 如果在那邊居然有失國格 那只有四個字 叫做善權辱國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怡婕委員 質詢時間12分鐘 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下主委 下主委 您請下主委 議員請下主委 主席 各位同仁有請下主委